凌克深渊满心之后还能干些什么呢 那当然是继续培养搞多一对杀川深渊啦 就算没有九七人 我也要给喜欢阿伟的粉丝们打个样 没有九七人的凌克号一样能够快速满心 感谢各位观众粉丝的喜爱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爆肝的最大动力 目前爆肝了三天一天十抽 三天三十抽下去 没有见到金光一共垫了四十七抽 今天再来搞个十抽 钟离会不会来呢 阿伟原神灵克深渊挑战关外篇第二十五天 今天就说三界乐子次 第一件事在搞完美日之后 赶紧来把昨天那个赶牛的宝箱给拿了 这个隐藏的任务就在绝王之殿右边的这个七天神像过去 从这个七天神像出来 把视觉转到东南方向 前面有个四叶印的 可以直接飞过去 然后还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往前走 穿过这个镀金旅团的营地 来到前面路边就可以看见这头牛牛了 一直把他护送到终点即可 上来第一次离得太远 直接就往回跑了 怎么我的牛又往回走了太远了吗 第二次跟昨天一样 牛是到了终点 但是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个人是没有刷新出来 我的牛到点了 人没有 牛哥你走人呢 好好好 我再来一次 这次我把路上的全部怪给嘎了 终点的也不放过 直接就跟这个牛牛贴贴 全程紧贴 寸步步离 到了终点 终于是刷新出了那个人 把这个人给嘎了 宝箱就跳出来了 牛可以不用理 如果还没有拿到这个宝箱的小伙伴 可以试试我的最后一个方法 第二件事 攀爬屋檐挑战 在探索到期的时候 想必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天首歌的最上面的屋顶上 是有一个神童的 如果有会飞的角色 那上去就是轻而易举 实在不行的话 还可以搞个捕风瓶上去 但是倔强的阿伟就是头铁 硬是要用炎祖上去 嗯 这个也不是说不可能的 主要是荒星的位置要放的对 也是可以上去的 因为攻略都是这么教的 OK 阿伟直接在这里卡住了 怎么也上不去 看着直播间的兄弟们呀 那气的是 哑哑哑哑 恨不得 顺者绑线就过来 手把手教学了 呃 既然如此 那我就直接打开了联机 来 只能用炎祖 不能使用其他会飞的角色 会的 进来示范一次 OK 这一下子很快啊 就满人了 个个都在跃跃欲试 其中有个粉丝叫我过去他那里 哦 他是放那个角 他是放那个角 啊 他还真就这么上去了 啊 果然还是大老多 本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这时直播间叫的最凶的合将 啊 他不服 他就是说 他要用他的方式上去 没问题没问题 给年轻人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 啊 请看他的表演 来合将 开始你的表演 合将跳来跳去 哈哈 放弃吧 你上不去的 就这样 他搞了十来多分钟 最后 他上市上去了 但 好像这个 跟刚刚那个大佬的方式 是一样的呀 确定这是 他自己的方式 啊 要我说 还是合将 懂得上电视节目的效果呀 OK 这里来简单的讲下 用严主是怎么上去的 这里有四面墙 找到其中一个离栏杆最近的 然后 在栏杆外面的这个装饰的角的边边上 放上一个荒芯 然后再跳到刚刚放的那个荒芯上 对着墙上突出来的那一块 放一个横着的荒芯 啊 只要看到 荒芯突出来的部分 是大鱼那个屋檐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跳上去了 第三件事 今天干了一大半的到期探索 好不容易抽了个十抽 结果 还是没有袭击 十抽出了个女仆和早佑 又是无情的打水漂 再换一抽 还是蓝天白云 现在已经垫了58抽了 还是没有出金 最后剩下的体力 再去刷了一下圣遗物 居然出了一个生命双爆杯 浪漫浪漫 虽然是雨露均战 但是勉强也能用了 然后又拉了一个双爆羽毛 不得了啊不得了 四级出了个充能 夜兰全有效辞条 拉满是一次都没歪 啊 小极品 这要是四辞条的 那还不得原地起飞 弄完之后 深渊小试了一手 啊 就自伤害 我怎么感觉又要打满了 算了算了 先不凹了 先干个钟离再说吧 OK 今天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